我被困公司大楼 循环死亡99次 死法五花八门 电梯坠落 复印机触电 比肩插入眉心 每次睁眼是同一天早上9点整 我刚在办公桌前坐下 求救多次后 物理教授丈夫终于相信了我 我按照他的指示 一步步寻求逃离死亡循环的办法 可第一摆自食 我看见丈夫背着我买的翡翠玉镯 戴在旁边高冷女同事的手上 第一摆零一次 我决定直面绝境 是要活着走出这座大楼 第一次死亡来得毫无征兆 五点下班 我和几个同事说笑着走到电梯间 电梯门钉一声打开 因为站得靠前 我第一个走了进去 还没来得及转身 一股巨大的失重感自脚下袭来 电梯载着我从18层 以自由落体的速度一坠到底 血雾弥漫 死状惨烈 在睁眼 我看到的是熟悉的白色办公桌 上面放着小笼包和冒着热气的豆浆 窗外朝阳红艳 耳边同事们正在精神抖擞的问候早安 世界一如往常 我愣证的拿起手机 上面显示 7月19日周五 9点 我晃晃脑袋 认定刚才一幕是幻觉 对面 离千雪醋眉看着我 脸色这么难看 是不是又熬大夜了 我塞了个小笼包进嘴里 不熬不行啊 这个项目奖金20万呢 钱比你宁重要 离千雪腐白貌美 是公司女神 追求者 不乏有钱人 她一个也看不上 嫌人家同臭味 差不多 我这人没别的爱好 就爱赚钱 看着存款数字一点点增加 感受体内多八案 内非泰 四面八方涌来 你可真是掉前眼了 她讽刺得光明磊落 随后又优雅地 递过来一个香加粉饼 把黑眼圈遮遮 一会儿你还要给蓝总汇报 女人形象不能丢 我接过拍了拍 感激地说 还是你人美心善 她淡淡一笑 嘴倒是甜 半个小时后 总办秘书打来电话 说蓝总可以见我了 我拿起汇报资料起身时 发现少印了一页关键数据 还有一声网文印势冲 手触到复印机的瞬间 我心中其实有一种 说不出来的怪异之感 然而没等我来得及 理清那种具体的感觉是什么 一股剧烈的电流 直冲似只百骸 我震惊地看见 摸在复印机盖上的手 滋滋冒起黑烟 成了一节焦炭 再睁眼 我看到桌上的小笼包和豆浆 脸色这么难看 是不是又熬大夜了 僵硬抬头 离千雪醋眉看着我 从那天起 我陷入一次又一次的死亡循环 死法五花八门 平地摔跤 笔刚好掉落 笔杆直直插入我眉心 展示架顶上最重的奖杯砸下来 不偏不倚地砸在我头顶 避开电梯走楼梯 一脚踩空 滚下二十层台阶 当场摔死 去茶水间泡咖啡 微波炉爆炸 我全身着火 活活烧死 老好人同事工作时忽然发疯 拿起材质道乱舞 我的颈动脉滑破 血标出一丈远 我陷入崩溃和绝望 一次次惨死 一次次重生 即使千方百计 避开了之前的死亡因素 又会遭遇新的死法 死后一睁眼 手机总是显示九点整 耳边响起 离千雪问我是不是熬夜的声音 周而复时 毫无例外 我冷静过 也发疯过 可我报警 警察当我是疯子 我冲出大楼 不到大门口必死 我试着一整天 坐在工位上不动 不喝水 不上厕所 前台快递里 却悄然钻出一条舌 看看爬到我脚下 咬得毒发身亡 我甚至尝试自杀 为什么走不出这座大楼 无数次求救 没一个人信我 包括我的丈夫顾以胜 他是大学物理教授 第二次重生时 我在慌乱和无助中 给他打电话 说了自己的诡异遭遇 他好笑地问 你这次想写 关于平行世界的脑洞故事 为了多挣钱 我的副业 是在平台上写小说 偶尔会和他分享自己的构思 性质好时 会带入角色开玩笑 他性格温和 有耐心 是个很好的听众 我带着哭腔说 以胜 我发誓没骗你 只来得及和他通话两分钟 就被匆匆挂断 再打就是关机 后来 我陷于死亡恐惧和挣扎中 始终没找到 让他相信我的办法 第三十一次重生时 我意识到 自己无法改变循环 主动选择了一种 相对不那么痛苦的死法 中午十二点 打开公司窗户 直接跳下去 不是不想活久一点 而是再玩死法 就不可控了 那种战战兢兢 不知死亡何时降临的感觉 更煎熬 于是每天九点到十二点 我有三个小时 短暂存活的间隙 我见了个Excel表格 记录下每次死亡时间和方式 大部分时间 我谁也不理 静静呆坐 思考 第五十次重生时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以剩的第一反应 为什么会认为是平行世界 第二天 我在短暂通话中 问了这个问题 他回答 故事中的人 每次死法不同 看起来像是进入了 不一样的平行时空 为什么每次会死呢 或许因为结局是注定的 那为什么又会循环重生 他沉引了一下 现代科学发展至今不过三百年 世界很多现象 暂时解释不了 随后又好笑的问 你写网络小说 还需要这么严谨的理论支撑吗 科学解释不了 你可以从玄学上找 我亚然 你是物理学教授 还信这个 信 为什么不信 宗教和科学之间 本来就有很多共通的东西 不是有个知名物理学家 说过一句话吗 当科学家千辛万苦 爬上山顶时 发现神学家 已经在山顶等候几千年 旁边有人喊进场了 他又匆匆挂了电话 我坐在工位上想了很久 心里始终营料着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必死 我虽然是个孤儿 却从未自怨自艾 感恩国家救济 从小勤奋爱学 积极向上 与人为善 凭着肯吃苦和灵活的头脑 大学时打工 赚到了第一桶金 又看准当时几只股票 实现资产翻了数倍 毕业后 我进入这家大公司 从基层干起 加班加点 每年拿到的奖金 位列前几 很多人说我幸运 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只是把别人玩乐 和谈恋爱的时间 拿来了工作和赚钱 从小没家 没亲人 钱就是我最大的底气 我虽然爱钱 但从不损人利己 占小便宜 每一分钱都来得正正当当 赚得光明正大 和以盛相遇时 我已经是一个 实打实的小富婆 她也是从贫困中 走出来的清贫学子 完全理解我体谅我 这几年 我们互相支撑 取长不短 终于各自开拓出 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我是拿着高薪的项目总监 她成了体面的大学教授 两年前 我们在她老家举办婚礼 约定相守一生 美好的生活刚刚开始 我甚至还没来得及享受 为什么我必死 正当我沉浸在 无比的沮丧和愤懑中 眼前出现一根 白皙修长的手指 关节微躯 在我桌面敲了敲 安哥 你大白天梦游呢 我抬头 老板蓝箫 双手环抱 奇长的身躯 已在我办公桌眼上 在侧头盯着我 我叹了一声 走到窗子边 打开窗户 跳了下去 坠落瞬间 我又看见蓝箫变形的脸 茫然 震惊 惊恐 静坐思考 果然有用 我想出了一个办法 顾以胜有个学生叫关淼 我和他很熟 也是今天答辩 大概11点半 我拨通了他的电话 师母 您好 电话里传来朝气的少年音时 我叙了一口气 你上午和顾老师一起参加答辩会了 对 我刚答辩完出来 顾老师他们中午不休息 你要找他 估计得等到晚上 我不找他 我找你 接下来 我详细询问了 上午答辩现场发生的情况 挂电话时 蓝潇穿着一身利落西装 迈着长腿 大步走过来 安哥 你大白天摸鱼呢 说好的项目汇报呢 让老板一直等你觉得合适吗 他走到我面前停下 双手环抱 好看的眉眼注视着我 蓝潇虽是总经理 但我曾给他当过一年私人助理 他那时满身完裤公子气 而我事实高标准 高要求 一开始摩擦不断 彼此看不顺眼 后来 董事长把这个吊郎当的儿子 好好整治了一番 他才态度转变 我们相处也才慢慢融洽起来 总体而言 相比于其他同事 我和他关系更熟人些 工作中遇到的困难 和几次关键竞聘 都是他出手帮忙的 此刻 我心情不错 决定多活一会儿 蓝总 你几个绯闻女友中 最喜欢哪一个呀 蓝潇的眼睛瞪大 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周边同事骤然安静 瞠目结舌地望过来 蓝潇身高1米86 长了张俊俏明星脸 工作上倒是勤肯努力 但花边新闻不断 经常传出和不同女明星的绯闻 同事们私下设了赌注 赌哪个才是他的正牌女友 我当时还认真研究了下裴绿 也小小投了一笔 当然 大家在好奇 这种事也是万万不能当面问的 但是 我怕什么呢 我悠闲地躲到窗边 慢慢爬上了窗子 众人倒吸一口凉气 蓝潇的眼睛瞪得更大 表情从震惊转为惊慌 安哥 你疯了 先下来 他咬着牙怒吼 我攀着窗檐 将身子探出外面 伸出一只脚在空中晃荡 歪头笑道 你不说 我就跳下去 蓝潇的脸瞬间煞白 我余光无意瞥见黎千雪 发现他出乎意料的瓶颈 直直地盯着我 目光隐隐闪烁 仿佛迫不及待 安哥 我不喜欢他们中任何一个 你先下来 好不好 蓝潇说话很轻柔 但尾音在发颤 我一震 那你喜欢谁 心下盘算 那五千块钱算是打水漂了 蓝潇似乎说了句什么 我没听清 因为我脚一滑 掉了下去 他最大的问题是不信我 我们沟通最大的障碍是 没有充足时间 现在 我给了他一个不可能的证据 让他难以置信 以至于选择了离开达变现场 现在 顾以胜能认真对待 我说的话了 我悲喜交加 一个人无助恐慌 在绝望痛苦中 挣扎了这么久 终于有了依靠 终于不再孤独 我忍不住哭出声来 以胜 救我 顾以胜第一次认认真真听完我的讲述 中途没有打断我一句 我说完后 他沉默了很久很久 我要先想想 安哥 这超出我的知识范畴 我需要想想 于是 他开始查阅资料 请教各路人士 不仅仅是科学界 还有佛家 道家 我们约定 他每次把获得的进展 第一时间发给我 我第二天通过同样的方式 让他相信我后 再把已有进展反馈给他 而他在那基础上 继续进行下一步研究 因为每天要等他的研究反馈 我放弃了12点那一次的主动跳楼 于是 死法又开始多种多样 我依旧害怕 惶恐 有时候被未知的死亡折磨的 想直接跳楼 但因为有了希望 我咬牙坚持了下来 这期间 蓝潇时不时来找我 我被死亡笼罩 没有心情再假以颜色 工作不做了 一向饱满的精神状态没有了 甚至连话也不想说了 每日全身心躲避已知的死亡威胁 尽量将生命延长 延长到能活着接到以圣的电话 那天下午 蓝潇忽然走到我身边 叫你来我办公室 为什么不来 我随意回答 我今天不方便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 话音刚落 我就被他一把拽住手腕 众目睽睽下 拉进了总经理办公室 他给我倒了杯果汁 目光沉沉的望着我 安哥 你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我扯了下嘴角 无所谓的说 也没什么 就是累死了 反正要重启 我毫无顾忌 他却忽然沉默了 两久缓缓开口 安哥 还记得你以前当我助理时 每天朝气蓬勃的样子 让人看了就开心 如果你丈夫对你不好 或者你需要帮忙 你可以来找我 我皱了皱眉 手伸到他额头上 你脸有点红 是不是发烧了 这个动作有点亲密 我平常绝对不可能做 但管他呢 他有些僵住 抿了抿嘴 似乎下定决心 要说什么 我口袋的手机响了 我赶紧拿出来 走开两部接通 顾以胜略显激动的声音传来 安哥 我想到破解循环的办法了 话音刚落 巨大的吊灯喷 一声掉落 整个砸在我身上 闭眼时 我看见兰潇满脸惊慌的冲过来 转天 我在兰潇向我走来时 扭头去了女卫生间 卫生间里 我接到了顾以胜打来的电话 我仔细研究了 你每次死亡的方式和时间发现 如果剔除掉你 没有避开的导致重复死亡的次数 再去掉你那段时间 固定12点的跳楼的死亡次数 你剩下的死亡时间 呈现一步步往后沿的趋势 我愣了愣 所以呢 所以或许我们可以尝试着 让死亡发生的时间 持续到这一天结束 那会怎么样 因为你的循环是以天为单位的 如果能熬过这一天结束 极大概率可以脱离循环模式 只是 他停了下来 似乎有些不忍心 只是什么 只是你得一遍一遍经历死亡 这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担心你 我正然片刻 我不怕 我还这么年轻 还有好多钱没花 就这么死太冤了 不管多难 只要能继续活下去 我愿意尝试 我一定能做到 安哥 顾以胜的声音里饱含难过 但温柔又坚定 你放心 我会一直陪着你 挂断电话后 我又认真思考许久 以胜说的没错 如果去掉重复性死亡次数 循环死亡发生的时间 的确在一步步往后延 只往后延 没有一次提前 中间几十天 因为我选择了中午12点 主动跳楼 导致后延趋势暂停 而当我未接听以胜电话 继续接受自然循环时 时间又开始向后延续 今天是循环第77天 截至昨天 我的死亡时间 是下午3点50分 如果以胜的推断成立 那么 我接下来要做的是 只有一件 极力延长自己的存活时间 直至今天结束 有了希望 我变得斗志昂扬了起来 开始全身心投入 与死神博弈的战斗 我下载死神来了全系列 公然在公司电脑上播放 同事们瞠目结舌 怀疑我疯了 毕竟 我可是连续几年 获得优秀员工的劳模 行政部长劝阻 安总监 你这样会被扣奖金的 我眼皮都不抬 扣 工会主席支支吾吾说 你如果对公司有什么意见 可以提提 我打了个哈欠 能把蓝总的按摩椅 给我抬过来吗 我点了平时 嫌热量高不敢吃的炸鸡 烧烤 霸子肉 奶茶 嫌价格贵 不敢点的三文鱼 蟹肉饭 佛跳墙 财务部部长阴阳怪气 知道项目不挣钱多 可也用不着这么显白吧 之前每次走预算提报销 我没少收他家板气 我夹起一块鱼 朝他脸直直甩过去 正贴在他酒糟鼻上 他尖叫 我也尖叫 我还一步一跨 插手站在办公桌上尖叫 他目瞪口呆 愣了两秒 灰溜溜走了 原来竟是个欺软怕硬的主 这两年平白受了他不少窝囊气 早知道早发疯了 中午 我把刨腿买来的绸缎被 羽绒枕铺在地上 准备睡大觉 几个人抬着按摩椅过来了 安总监 蓝总让把按摩椅给您送来 您看放哪 我坐在地上瞪大眼 利落的一脚踢开原来的转椅 放这 蓝箫走过来 你没看了我半天 迟疑开口 我约了个大师一会过来 你要不要 我冷哼 一个枕头治过去 到的是当助理时 他用抱枕扔我的仇 我可一直记着呢 旋即响起一阵大呼小叫 蓝总 您没事吧 蓝总 他疯了 您躲着点 蓝箫摆了摆手 隔着人群 忧心忡忡地注视着我 我发颠发疯 李千雪是唯一支持我的人 他优雅地搅动的咖啡 浇好的脸上带着讽刺 这些屈炎附逝的就该制止 你做自己 谁也管不着 再说你几个项目在手 公司绝对不敢对你怎么样 这样的日子爽是爽 可死也是要死的 我解锁的心死法 包括但不限于 被冰淇淋里的信任也死 被冲进来的同事 原配错认小三同死 被蜘蛛人不小心撞碎的玻璃碎片刺死 心机炎发作过老死 我不得不佩服死神大人的巧思和缜密 仿佛一台巨大的精密仪器 以缓慢 有序 无可辩驳的程序逻辑 永无止境地推进 操控着生 操控着死 好在我不是一个人 以胜每天都陪着我 他在有限时间内 找了国内外曾报道过的相关案例 结合我的处境 做出各种可能推理 为了尽可能延长我每次生存时间 他把已经发生过的死亡威胁 画了细致缜密的逃脱路线图 在我很多次因为恐惧为之死亡 想要放弃时 他哽咽着对我说 安哥 我们不是说过想要一个孩子吗 你就当为了我 为了孩子 一定要坚持下去 他真的很想 很想帮我逃出循环 以胜 成了我面对绝境的唯一之称 下午五点 众人纷纷收拾东西 准备下班 夕阳穿过窗子 鞋打进来 温馨又从容 我笔直地坐在位置上没动 这是第一次生存到这个时间点 开启循环的首次死亡 就是下班坐电梯 这段时间看了大量惊悚电影和神秘学书 让我不得不警惕莫非定律 万一这次死亡后 结果是开启新的循环 那岂不是又要从早上九点重新开始一遍 我不敢赌 离千雪从我身边路过 用那张冷艳金药的脸对着我 怎么不走 晚上不是要庆祝结婚纪念日 我正了一下 你怎么知道 他眼中似乎闪过一丝懊恼 撇了撇嘴说 你之前不是提过 是吗 我没有在公司提自己私事的习惯 但毕竟对我而言 前一天已经过去好几个月 有没有说 根本不记得了 我今晚加班 我随意回了去 他愕然 你今天对天对地对蓝总 不会以为 加个班就能补回来吧 我忽然闭了嘴 头顶上方 中央空调机 发出轻微咯吱咯吱的响声 别人不在意 我却敏锐至极 自身的灾祸 没必要殃及他人 叹了口气 我站起身 猛地推了一把离千雪 他踉枪摔倒 手腕出地 发出清脆的一声当的响声 他几乎下意识撸起袖子 紧张查看 空调机轰然落下瞬间 我看见了一样东西 转天 我刷爆信用卡 在官网上 豪气买了十几个H手镯 让跑腿送到公司 大大方方 给同层女同事 每人发了一个 所有人都惊呆了 我省钱大拿的外号 可是众人皆知 递给离千雪时 他一贯高冷的脸上 也不满了震惊和疑惑 安哥 你疯了 钱不是你的命吗 我无所谓的笑 今天是我结婚纪念日 我高兴 来 戴上 看看是不是适合你 他摸了摸自己的手腕 神情闪过一丝犹豫 离千雪 我不会也烦我同臭味 不愿意带我送的东西吧 他白了我一眼 我是凡同秀味的男人 你是男的吗 那你现在戴上 他无奈摇头 摇起袖子 将原本手上的翡翠镯取下 我不经意拿起那个翡翠镯 放在手里把玩 这个镯子不错 一缕子又有一缕绿 我记得好像叫春代彩 很贵吧 他略显紧张地从我手里拿回去 随意笑了一下 就那样 二十多万吧 这个花色很少见 谁送的呀 我笑着问 我妈 我妈传给我的 声音罕见的一出一丝慌乱 我静静看着她 不做声望 这个镯子 我见过 昨天离千雪摔倒时 我一眼就认了出来 而我见到这个镯子 是在以胜学校办公室的抽屉里 循环日开始前一周 我去找以胜 在办公室等她时 意外发现 抽屉里放了一个精致的黑色皮盒 里面就是这只春代彩 因为花色特别 印象很深刻 我当时以为 是她提前准备的周年礼物 虽然万分心疼 不该花这么大笔钱 但想到 毕竟是以胜的心意 而且我也从来没有一件像样的手势 便高高兴兴 假装不知道 如果不是遭遇这场诡异经历 我今晚一定满心期待 收到这只镯子 可此时此刻 镯子却戴在离千雪的手上 我又想起一件 几乎快遗忘的事 离千雪 是两年前 顾以胜介绍来公司的 当初公司招人 他递给我一份简历 说是隔壁院系老师知道 我在这家行业大公司任职 想把自己的学生类推进来 他当时的口气很随意 这个学生我也不认识 你看着行就用 不行就推了他 同时间人情往来而已 反正我也不在乎 震惊又夹杂着一丝兴奋 就仿佛迫不及待 接下来两天 我没再和顾以胜联系 除了躲避死亡威胁 一直沉浸在过往回忆里 回忆某些奇怪的点 巧合的点 看起来毫不相干 却又能联系上的点 比如顾以胜出差开会 离千雪也必然同时请假几天 比如离千雪 一向营造高冷少雨的人设 却似乎对我的行踪极为关心 比如顾以胜这两年 逐渐对投资感兴趣 劝说我动用了一部分婚前存款 并开玩笑 问过我几次密码 今年初 顾以胜为难的对我说了一件事 婆婆给她打电话 说小叔子的儿子到市里来上学 想让我把婚前那套公寓 过户给小叔子 读完书后再变更回来 我拒绝了 小叔子有赌博家暴使 婆婆更是过分精明 当初看我是孤儿 彩礼临时变卦 一分没出 我也因此曾一度犹豫要不要结婚 顾以胜对自己的原生家庭 痛苦又无奈 主动提出婚后 我不用与他家人往来 他的家人 他自己负责 拒绝过户后 婆婆找顾以胜 哭闹过几次 甚至给我打电话 大声咒骂我 天傻孤星 小叔子更是威胁说 天不收我 他来收 顾以胜得之后 差点与母亲和弟弟决裂 我一直觉得 自己是生活在顾以胜的保护之下的 结婚三年 感情和睦 相敬如宾 我很庆幸 自己找到一个能懂我包容我的丈夫 对他也一直毫无保留的信任 除了一件事 那笔450万的账户密码 我从史之中没有告诉过他 当时结婚时就说好 各自婚前财产 不并入小家庭 这笔钱 是经历太多没钱的苦恶 而安全感匮乏的我 面对一切困难的底气 我不敢相信故意胜了 如果他这两年和离千雪 在我眼皮子底下暗度陈仓 如果他终于站在了自己妈妈和弟弟的一边 如果他根本不是表现出来的那么爱我 他会真心帮我吗 我在本以为触底的深渊中 又继续下坠 向更黑 更深处坠落 9点10分 我第一次准时走进兰霄办公室 兰霄看见我 笑着扬了扬手中的粥 大大咧咧说 你会抱你的 我顺便吃个早餐 我在他对面坐下 安静了两秒 忽然开口 你高中时曾经暗恋过你的历史老师 噗 兰霄一口粥喷在红木办公桌上 他瞪大眼睛 气急半坏说 你口出什么狂言呢 我继续平静开口 你左屁股上有一个疤 因为某次上厕所擦时 望了手上有烟 你的绯闻女友们都是假的 是提前约好相互造势 各自立好 你在英国留学时 曾因为打架被关了一个月 这件事谁也不知道 包括你父亲 你怕黑 怕尖嘴动物 喜欢吃草莓味冰淇淋 对紫外线过敏 喜欢鱼华和鱼秀华 少年时期的梦中对象是 停 住嘴 别说了 蓝霄猛的起身 惊恐又疑惑的指着我 结结巴巴说 不可能 你绝对不可能知道这些事 怎么回事 究竟是谁告诉你的 我冲他笑了笑 你呀 是他告诉我的 是我一次次站在窗台 威胁他告诉我的 我不会放弃 再绝望也不会 孤苦伶仃 活到27岁 我对得起天 对得起地 唯独没有好好对过自己 辛辛苦苦 省吃俭用 利用天时地利存下的钱 绝不能白白给别人做价衣裳 我一定要摆脱困境 顾以胜 我是无法相信了 他说的解决办法 我也不敢继续 因为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他的逻辑和推理的出发点 都建立在打破循环这一件事情上 可 必死的结果呢 如果我必死的结果不改变 打破循环的后果就是 死 却不再重生 想通了这一点 我不得不怀疑我的死 和顾以胜有脱不开的干系 我无法参透 这其中可能涉及的科学 玄学或者什么宇宙Bug 但我相信 事情既然能发生 必然有与之相对应的消解办法 我需要有人帮忙 最佳人选 就是兰肖 兰肖猛逼半个小时后 不得不相信了我 董事长多年信道 对风水和命盘 有很深的造诣 身为儿子的兰肖 自小耳濡目染 对这些非正常事件 接受度更高 我将所有一切 对他全盘托出 说到对顾以胜的怀疑时 他气得拍案而起 大声喝道 渣男 虚伪 安哥 我帮你 帮你撕碎这个卑劣小人 道貌黯然的皮 我直直地注视着他 心中百感交集 曾几何时 我曾无数次向顾以胜吐槽 抱怨兰肖如何吊锅 如何不务正业 如何讨厌 而现在 唯一信任 我且我能信任的 却只有他 兰肖是个脑子灵活的 他迅速理出问题症结 循环的开启 是以你死亡这件事 为出发点的 所以我们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并不是离开循环 而是停止死亡 我缓缓点头 悲凉和难过 一点点涌了上来 这件事情 虽然诡异 但脉络里清 其实并不难 之前 我因为身处凶险困境 难以看清 可聪明如故已胜 怎么会看不清呢 而如果他明明知道 却不说 不惜让我一遍遍 经历痛苦死亡 只为停止循环 其实就是为了停止我的重生 兰肖想到什么 是以我等他 急步走了出去 没意会 他神情凝重地回来了 父亲在山里静修 我刚给他打了电话 这件事太过匪夷所思 所以我以假设的方式 询问了他的看法 我一愣 立刻意识到 这却不是为一种求救路径 盲问 董事长怎么说 他说 你这种情况 像是被人吓了降头 降头 兰肖点头 降头术主要在东南亚地区流行 如果恶毒到要夺人性命 就必须与在当事人身上的符咒配合 你身上有什么不明符纸的吗 朝阳暖日中 我骤然浑身发凉 好一会儿 尖色道 有 我僵硬转身 朝外面走 兰肖立刻跟在后面 走到宫位上 我拿起自己的包 从里面掏出一个东西 叠得方方正正的黄色符纸 隐约可见红色笔画构成的图案 这是故以胜前阵子给我的 说是他妈特意去庙里问来的球子符 嘱咐我一定要随身携带 我木然地坐下 眼眶通红 蓝消沉默地看着我 眼中已有不忍和同情之意 虽然我怀疑顾以胜 可也只是毫无根据的怀疑 从内心来说 我如此决绝又迫切地求证 与其说是想证实 不如说是想证伪 他明明对我那么好 我答应他表白时 他的惊喜和激动不是假的 我生病时 他流露出的担心和忧虑不是假的 我们结婚时 他哭红了的眼睛也不是假的 就算他出轨 又怎么可能要我的命 顾以胜是我在这个世界上 唯一的亲人啊 那天剩下的时间 我难过的一直坐着 直到死去 第二天一睁眼 我直接给顾以胜打了视频电话 长久以来支撑我的某些东西 轰然崩塌 我突然什么都不想管了 管他死不死 管他重生不重生 管他什么平行世界 循环宇宙 降头浮咒 我就想当面要一个答案 视频接通 顾以胜英俊的脸出现在屏幕上 安哥 什么事 我两分钟后就要进场了 可能没法跟你说太久 我红着眼 一字一顿 顾以胜 你想要我的命是吗 他的脸闪过一瞬茫然 安哥 你说什么 安哥 你说什么 同时响起的 还有坐在对面离千雪的声音 他坐得离我近 显然听到了我刚说的话 一脸震惊地注视着我 我盯着顾以胜 咬着牙继续开口 你给我的球子服 其实是催命服 你想要我的命 顾以胜 我有什么对不起你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长久的恐惧和压力 集中在这一刻 我终于情绪失控 几乎是嘶喊着 说出来这几句话 这下不仅是离千雪 整个办公室都安静了 所有人看向我 脸上不满惊讶和好奇 我完全不理会他们 顾以胜第一次见到我 这么崩溃的模样 而这绝对不像演出来的 他神情严肃起来 沉声问 安哥 你发生什么事了 该进场了 旁边有人招呼 我尖叫 不准去 顾以胜静静静看了我一会 转头对旁边的人说 我家里出了事 我看着他往停车场急急走 路上 他一边开车 一边不停安慰我 别担心 发生任何事我都会帮你 别急呀 我马上到了 他看上去一副真心焦急的模样 我实在忍不住冷笑起来 顾以胜 我真没想到 你演技竟然还这么好 你不是想我死吗 为了离千雪 还是为了你妈和你弟 说什么仇子福 你竟然连下降头 这种恶毒的手段 都能想出来 离千雪是谁 什么下降头 顾以胜眉眼微宁 满是担心的脸上 煞时闪过一丝恍然 所以你是怀疑 那个仇子福有问题 他微微抿了抿唇 忽然方向盘一打 大声说 那我现在就证明给你看 他来到了市中心的灵犬关 一进灌内 他随意找了个道士问 你们这请福的在哪 他开着视频 边走边对我说 安哥 上次给你的仇子福 在你身边 对吧 一会儿你直接把福展开给道长看 让他判断 那张福是不是有问题 十分钟后 被一堆人围在中心的老道长 对着摄像头 给出了肯定的结论 这的的确却是一张仇子孙符 我愣住了 半天没出声 顾以胜回到车上 温和地问 安哥 你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或者 最近压力很大 好一会儿 我缓缓地开口 那黎千雪呢 他眉头猝了起来 黎千雪究竟是谁 是他误导你这些的 我直勾勾盯着他的脸 留意他的每一丝表情 他不是你推荐来我公司的 我上次在你办公室抽屉 看到的翡翠镯子 现在不是戴在他手上 顾以胜沉默片刻 低下头去 对面 黎千雪一脸莫名其妙 撩起袖子 露出那个镯子问 这个镯子 你说这个 顾以胜的声音同时响起 他手里取着个 一模一样的翡翠镯子 我本来准备今天晚上送你 所以提前放在车里了 你说的是不是这个手镯 我愕然 黎千雪也在对面凝着眉 无奈开口 安哥 我听你的意思 是不是误会什么了 这个镯子 是之前追我的一个男人送的 我不想声张 所以说是我妈传给我的 我大脑骤然间一片空白 难道 之前的一切怀疑 都是我凭空一响 顾以胜和黎千雪的表情 都坦坦荡荡 甚至都带着一丝对我的担忧 我突然意识到 夹在他们身上的怀疑 好像真的都站不住脚 视频里 传来旁人的声音 先生 我师父叫你回去一趟 他说 刚才还有事没说完 顾以胜疑惑的回到了老道长处 老道长一见他 立刻说 你刚才手机对面的人 还在通话吗 在 下一秒 我的屏幕上 出现了老道长勾贺的脸 你把手机对着你周围的环境转一圈 让我看清楚 我虽然不明白他要干什么 但下意识一言照做 你左面墙上的八卦镜 右面过道的中型摆剑 还有你前面柜子上的动物头骨 是你自己放的吗 我摇头 他低头沉吟 视频忽然挂断 我也没再打过去 愣愣的坐在位置上 消化刚才发生的事 十分钟后 顾以胜又打了过来 不过这次打的是电话 语气有些凝重 安哥 刚才道长跟我说了一些事 你听了别紧张 什么事 我疑惑至极 道长说 你身边的那些摆剑 像有人刻意不得一个阵法 叫天罡镇 这个阵法一般是用于建筑风水布局 但如果对人 则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危害 比如 他也不确定 只说类似于被借气韵 借命盘之类的 我沉默许久 虽然不知是真是假 但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安哥 道长说的那些东西 是谁摆在你旁边的呀 我转头 看向走廊尽头的办公室 红木门紧闭 门头上有个小小的八卦镜 正正的对着我的宫位 兰肖 兰肖一身鼻挺西装 意气风发的朝我走来 安哥 你大白天发呆呢 他潇洒又随意的 依靠在我的办公桌上 张显着和我不一般的熟人 同事们对我与兰肖 如此轻松的相处关系 多少有些羡慕极度恨 离千雪甚至开玩笑 兰总对你 可真是另眼相待 是不是对你有意思 他这话并非空穴来风 理所当然 这几年 不是没有别的公司挖我 甚至开出了更高的薪水 可我一想到 如此融洽的上下级关系 可遇不可求 就从未动过心 但又过到 那个巨大的中型摆件 的确是兰肖让人搬来的 柜子前面的动物骨架 也是他某次外出旅游逃来 亲自摆在那的 至于楼里大大小小的八卦镜 则是从董事长 还在公司的时候 就开始有这个传统了 起初大家觉得有些不自在 可后来发现 看习惯了也没什么 关键的是 公司业务蒸蒸日上 奖金越拿越多 便又觉得这样挺好 甚至夸董事长真神 如果老道长说的话是真的 我的前后左右 被刻意不成立一个阵法 蓝销对我有何目的 我的循环死亡 是因为这个阵法造成的吗 可我自问一介凡夫俗子 平平无奇 这种事 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 我陷入了深深的茫然和困惑 鉴于我是错机会 无穷无尽 我决定 还是采取唯一却有效的老办法 当下 我起身走到窗边 麻烈地爬上去 随后单手扶着窗子 欣赏蓝销摆出的帅气笑容 一点点拧在脸上 安哥 你疯了 他嘀吼出声 快下来 众人发出惊呼 蓝销 你发誓 诚实地回答我一个问题 否则 我就从这里跳下去 蓝销脸色发白 好 你别冲动 我发誓 我话不多说 开门见山 你是不是摆了一个阵想要我的命 他愣愣看着我 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不是 我又问了一遍 不是 他回过神 立刻大声说 我发誓 如果我蓝销想要害安哥信命 就下十八层地狱 这样行吗 可你在我前后左右摆的这些 不是天罡阵 他又急又茫然 你说这些摆剑 你记得吗 有段时间 我想跟我父亲学风水 四处去逛风水店 那些都是我那段时间逃来的 可你知道的 我后来放弃了 我根本不懂摆阵 也不知道什么叫天罡阵 安哥 你先下来 这样太危险了 他神情极切 表情诚恳 我一时沉吟 蓝销的话没错 这几件东西 的确是那段时间 他集中买的 后来放弃后 就再也没买过类似的东西 老道常说 阵法会对人产生危害 可我一直健健康康 生活美满 循环死亡 也不可能突然因为这个发生 毕竟这些东西摆在这儿 也已经两年多了 小心 蓝销喊声响起的刹那 我脚一滑 书地想起 外窗台上有堆鸟粪 之前也有一次 因为踩到摔了下去 我心中想着 那就先死吧 明天再说好了 手腕却被人猛地拽住 我惊讶地抬头 发现蓝销正伸出一只手臂 死死拽着我 大概因为冲得太猛 他的手背被窗把手 划出一道深深的血痕 他咬着牙 脸胀的通红 安哥 别放弃 我一定能救你上来 我一定不会让你死 当天 我后来还是死了 但不是坠楼死的 蓝销真的把我拉了上去 我头一次觉得 自己脑子不够用 不仅身体陷入了死循环 脑子也是 顾乙圣和蓝销 似乎都有嫌疑 可似乎也都是误会 我现在不知道 该相信谁 又该怀疑谁 死神却没有停下他的脚步 我的死亡时间 依旧一点一点向后挪移 为了避免循环日 结束死而无法重生的局面 我又开始了主动跳楼的死法 但人总有马是前提的时候 我在躲避同事 原配发疯的刀石 意外摔了一跤 虽然没被砍死 却被摔晕了过去 醒来时 已经是晚上七点 我躺在医院的床上 黎千雪在一旁陪着我 他看见我睁开眼 嘘了一口气 谢天谢地 你终于醒了 我激动的一把抓住他的手 颤声问 我出大厦了 这是哪家医院 你晕了后 蓝总不敢移动你太远 就送到咱们公司楼下 这家私立医院 医生检查过了 说你没事 蓝总刚被叫走 警察问他 今天公司持刀伤人的事 我木然半晌 手锤落在床上 心灰意冷 所以还是没出大厦 黎千雪正准备说什么 脸色突然变得怪异 他直直地盯着我的左边 惊恐地睁大眼睛 吐出一个字 蛇 我扭头看过去的刹那 被蛇咬住了脖子 还是那条前台快递里爬出来的蛇 我因为昏迷了几个小时 没来得及把它处理掉 没想到 它竟然爬到了这里 这条蛇一场毒 我五分钟内必死 黎千雪已经被吓得压压 发不出声了 我熟练的一把捏住七寸 狠狠甩死在地上 免得它再伤人 你的脸辫子了 你中毒了 黎千雪好半天 才恢复正常呼吸 立刻指着我的脸道 嗯 我快死了 不想看就出去吧 我情绪低落地提醒了一句 他一眨不眨地盯着我 眼见我整个脖子和脸 又肿又紫 显然必死无疑 黎千雪的神情忽然变了 悠悠开口 可出去了 就看不见你死了 我通体发凉 全身血液愈加凝结 他愉悦地从自己衣服口袋 掏出一张符 笑着对我说 以圣这张符还真有用 说你必死就必死 三万块果然没白花 我已然说不出话来 只能直愣愣盯着他 他冷冷地屁腻着我 抬起自己的手腕 露出那只翡翠玉镯 你是不是期待 今天晚上收到这个镯子 可这是以圣买给我的生日礼物啊 他总是小心过头 那天见你去了办公室 猜测你发现了镯子 就又买了个相似品 本来你不死 今晚可能收到那个镯子的 当然 我这个是A货 你那个吗 是C货 你这种人只配C货 酱头服是顾二哥从泰国求来的 顾阿姨本来说放你包里 以圣却说 要做就要做到万无一失 坚持放在我这里 反正只要我离你不太远 符上写的是你的八字 照样发挥作用 他无奈摇摇头 以圣就是凡事太谨慎了些 你怎么可能发现得了吗 为 为什么 我撑住最后一次力气 艰难出生 他笑了 优雅又轻了 像高高在上的女神 为什么 当然是因为你该死了 以圣把我推荐给你时 我已经为他打掉过一个孩子了 我们本来也不想要你的命 可你把钱咬得太紧了 你一个孤煞命 凭什么独吞那么多钱呢 现在我又怀孕了 对了 就是你生日以圣说 他临时开会那次有的哦 我第一个孩子 因为你白白死了 你赔我一条命 也算公平吧 我闭上眼时 隐约听见蓝霄冲进来 疯狂地喊我的名字 以及离千雪惊惧的哭声 我又睁开了眼 我已经不记得 睁开过多少次眼了 每次的心情各不相同 可没有一次 像今天如此血液翻涌 差点抑制不住 要一出来 要喷发 要四剑 脸色这么难看 是不是又熬大夜了 对面 离千雪醋眉看着我 一副嫌弃又关心的闺蜜模样 我压抑住内心冲动 起身往蓝霄办公室走 办公室里 蓝霄笑着对我扬了扬手中的粥 正要说什么 我直接开口堵住了他的嘴 你高中时 曾经暗恋过你的历史老师 噗 半个小时后 蓝霄拍案而起 人渣 平静下来后 他问我 说吧 你想做什么 我定定地看着窗外 朝气蓬勃的城市 低声说 我要活着走出这座大厦 我要让那些害我的人 一个个付出代价 接下来 我每天一睁眼 就往蓝霄办公室走 除去每次开始 重复不变的自证对话 和必要的死亡威胁消除流程 剩下的时间 我和他就在办公室里商议筹划 心情不爽时 我就抽空去找一趟离千雪 第一天 他正姿态优雅的补妆 我直接走到他面前 啪啪啪连扇十个巴掌 他懵了好一会 发出尖锐叫声 第二天 我一脸羡慕地 哄他取下翡翠镯子后 用最大力气 对准他脑袋猛个一敲 镯子断成两截 他捂着脑袋 惊慌地喊报警 报警 第三天 我把五杯滚烫的开水 淋在他头上 第四天 我把那条蛇 当作围巾送给他 并亲自为他戴上 蓝霄歪头问我 你不嫌他叫得难听吗 我挑了挑眉 不啊 挺有复仇BGM的感觉 他无奈地笑着摇头 在离千雪不断地尖叫和哀嚎声 和蓝霄的亲力帮助下 我终于有了自己的生存和复仇计划 第一步 自然是终止死亡循环 趁其在离千雪身上猛敲脑袋时 我从他口袋里 偷出了那张酱头符 蓝霄找的大师看过后 说只要被写了生辰八字的人 将伏地写焚烧即可 就这么简单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让我遭受了无数次痛苦死亡的解决之法 竟然如此简单 蓝霄惊喜地大声说 来 现在就烧了 他乐颠颠地找来打火机 目光闪闪地递给我 我颤动的结果 却又放下了 怎么了 不急 蓝霄快疯了 还不急 你还想多死几次 我定定地看着桌上的服 沉默许久 缓缓开口 我说过 我要报仇 这么诡异的事 法律自然无法制裁他们 而道德上 顾以胜这么谨慎又缜密的人 只怕证据早被他处理得干干净净净 他和离千雪出轨几年 后来又筹划着要我的命 却能做到实时对我全身心呵护 我不觉得我们的计划 能轻易在他身上实施 所以你想干什么 蓝霄双手插腰 气呼呼地瞪着我 我需要不断试错的机会 直至确保成功 蓝霄凝得没看我半天 所以你还要继续死 我翻了个白眼 你真会提炼 又是新的一天 九点 我给顾以胜打电话 安哥 什么事 两分钟后我就要进场了 不急的话 我们晚上说 我语气迟疑 我刚在路上 听了的家庭情感节目 有点感慨 觉得要不还是把房子 先过户给小叔子 不过算了 你先忙吧 我可能是一时冲动 顾以胜温和地笑了笑 安哥 这是给我的结婚纪念日惊喜 对吗 我确实想今天给你这个惊喜 但婆婆和小叔子不在城里 签字也不方便 只好下次再说了 他顿了一下 笑道 其实我妈和我弟在城里 前两天他们来看我 我不想影响到你 就把他们安置在宾馆 今天下午正打算要走 我又惊讶又感动 以胜 真是难为你了 可还是不行啊 你要答辩 这个字也不是一时半会能签的 该进场了 旁边传来人声 顾以胜将电话按住 说了几句什么 很快 轻松的嗓音传来 答辩委员会临时换人了 我不用参加 看来是天意啊 安哥 我很高兴 你能为我的家人做出让步 你的这份纪念日礼物 我很感动 我有些犹豫 可我今天在公司走不开 去不了交易中心 他沉吟了一下 其实也没那么麻烦 我把过户同意书和委托书 送去你公司 你签个字 剩下的我帮你跑就行了 那你让婆婆和小叔子一起来 我们趁这个机会 缓和一下关系 他毫不犹豫 好 挂掉电话 我轻轻吁了口气 这已经是第三天 重复这个对话了 前两天都没进行到这一步 我根据他的反应 不断调整话术 以退为进 这次终于让他主动提出来公司 此时此刻 他只怕再给他妈和弟弟打电话 让他们立刻从乡下动身 往这里赶 对面 离千学抿了口咖啡 大大方方的问我 你要过户房子 不会是为了上学吧 我一直住把他手中的咖啡夺过来 拖他脸上的冲动 笑着反问 是啊 你怎么猜到的 他撇了撇嘴 现在好多人这样 正常 中午刚上班 蓝潇走过来 手搭在我肩膀上 动作亲密 我略显慌张的与离千学对视一眼 抬头问 蓝总找我有事 蓝潇俯身 在我耳边轻喝 来我办公室 我等你 走时 还轻轻揉了一下我的后颈 这些小动作 都落在蓝潇雪故作淡定的眼里 蓝潇走后 我为难的对蓝潇雪说 蓝总让我汇报工作 我得去一趟 这段时间 如果我家人来了 麻烦你带他们到接待室先等一下 蓝潇雪爽快的比了个 OK 小事 不过下回你得请我客 当然 进了蓝潇办公室 他笑隐隐的望着我 怎么样 他信了吗 今天不信 明天也得让他信 我好整以侠的 在沙发上坐下 看向墙上电视里的监控画面 十分钟后 蓝潇雪领着顾以胜 以及婆婆和小叔子 出现在了招待室画面中 顾以胜进来的第一反应 就是抬头查看房间各处 隔着屏幕 我静静地看着他 与其他三人脸上 都带着兴奋和激动不同 他眉目沉静 神色从容 动作却不停 他不慌不忙 一会儿看看屏风后面 一会儿打开柜子 甚至扒开绿植看了看 蓝潇转头问我 前几次的摄像头 就是这样被他发现的 我默默点头 这四个人 必须未对我的所作所为 付出代价 可如果我现在摆脱循环 活着走出这座大厦 未来的日子里 要找到证据 却难如登天 好在 我虽然空间有限 时间却无限 我必须充分利用这个优势 没有证据 就创造证据 我刻意给这四个人 营造了单独相处的环境 只要顾以胜放下戒备 他们自己就会暴露出来 前面四次 隐藏起来的摄像头 都被顾以胜发现 谨慎至极的他 立刻制止了 其他三人的对话 什么有用信息也没透露 这一次 摄像头被装在更隐蔽之处 而且 我刚才给李千雪提供了一个 他很想分享的话题 屏幕里 李千雪首先开口 以胜 这个屋子是没摄像头的 位置又在尽头 外面有人来也能听见 放心 顾以胜点头 嗯 婆婆喜滋滋的坐下 还是我儿子有办法 说通了那个天煞星 现在好了 就算那张服务弄不死他 这套房子总归没跑了 小叔子吃了一声 妈 那个酱头服绝必有用 可是花了我哥三万啊 要我说 今天根本就不用来 反正他一死 他的钱和房子也都是我哥的 顾以胜淡淡的说 先过户比较稳妥 他虽然是个孤儿 难保死后 不会冒出什么乱七八糟的人来 婆婆点头 对对对 他要今天能死就好了 不然还要辛苦你和小雪陪着他演戏 小雪可怀着我家宝贝孙子呢 李千雪乖巧摇头 妈 我倒没什么 无非跟他多说几句话 以胜才为难 还得跟他睡在一张床上 顾以胜微叹了声 语气温和的说道 他也算可怜 可惜把钱看得太重了 不然也不至于网送一条命 哥 你这会装什么好人 不是你说他命令 活着也是祸害 我们这算是做善事吗 小雪子晃着二郎腿 顾以胜冷冷的看了自己弟弟一眼 祸害是祸害 可怜是可怜 有问题吗 小雪子把腿放下 没有 哥 婆婆在小雪子头上狠狠拍了一张 敢跟你哥这么说话 李千雪沉吟半天 忽然开口 以胜 我怀疑 安哥和蓝总有奸请 不可能 顾以胜脱口而出 一码归一码 你也不必瞎说冤枉他 李千雪顿敢委屈 我没有瞎说 安哥就是被蓝总叫到办公室 才找我先接待你们的 不信我现在就带你去看 刚十分钟 他们说不定还没结束 顾以胜沉生 你别结外生枝 婆婆和小雪子 却在一旁听的眼睛发亮 去看看 弄错了就说跟领导认识一下 对 如果真能抓住把柄 说不定他连那笔钱的密码 也乖乖说了 是啊 如果房子和钱都有了 那个女人死不死也没关系了 顾以胜默了两秒 终于起身 就看一下 你们别闹事 婆婆和小雪子 不顾秘书做做的阻拦 嚷嚷着问候下领导 强冲进来时 我和蓝骁 以及五六个中层 正端坐在沙发上开会 墙上监控画面清晰可见 有人对着拍摄的手机 还没来得及放下 李千雪走进来 看见了屏幕 脸色一变 惊慌喊出声 怎么有摄像头 婆婆和小雪子茫然问 什么摄像头 众人都面带鄙夷 冷冷地看着他们 我和顾以胜 隔着无数次的生和死 面对面相望 他几乎刹那间 就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将在那里 脸色苍白如指 众人不忍看望 对着他们立声指责 好恶毒的一家人 竟然这么明目张胆的 联合小三 要害死原配 良心都被狗吃了 李千雪 平常看着你人模人样 和安总监关系也好 没想到 你们是什么人 凭什么骂人 我儿子可是大学教授 你们胡乱造谣 小心告诉你 我的眼泪涌了出来 蓝箫看见 一把抽出纸巾 手忙脚乱的塞给我 难过就哭吧 你该哭一场了 我结果擦了擦 可眼泪依旧不停 像绝了低斑 止不住的流 因为我不是难过 我是开心啊 终于可以不用死了 我今天就能活着 走出这座大厦了 顾以胜见我这么伤心痛哭 一步步朝我走来 他嘴唇吸动 沉声开口 安哥 你看到的都不是真的 我妈最近精神出了问题 有意想证 我们都是陪着她演戏而已 那些什么买服害你的事 也是假的 不信你看看你包里的服 就是囚子服 李小姐也是一片好心 怕我妈受刺激 跟着说说而已 我眼含热泪注视着她 下一秒 啪 她啪 连扇她三耳光 我动作熟练 毕竟实战很多次了 顾以胜根本来不及躲 脸瞬间红肿了起来 婆婆疯叫着见货 臭婊子 冲过来要撕我 兰肖一个闪身 挡在我前面 暴躁怒吼 你们立刻滚出我的公司 顾以胜一家人 是被保安赶出去的 而黎千雪 是自己通过消失的 他们不知道的是 刚被赶出公司没多久 就有人把视频发在了网上 未来等待他们的 是身败名裂 臭名远扬 当然 这仅仅是个开始 兰肖说 她小小花钱 推波助兰了一下 也算帮自己助理出口恶气 我顶了一双还未消肿的眼 吃笑了一声 你是顺便帮自己吧 你那几个绯闻女友 还不够你造势的呀 她潇洒的打了个响指 拿起西装外套 走吧 我陪你 陪我什么 陪你走出大厦 刚才 蓝潇将办公室的人一清空 我就颤抖着 拿出了那张酱头服 滴血 焚烧 眼睁睁看着她 一点一点化为灰烬 现在 经历无数次生死轮回后 期盼的时刻 终于来了 我被蓝潇拉到电梯间 整个人紧张又期待 电梯盯一声 徐徐打开 已过下班点 里面空无一人 我持厨掌 蓝潇冲我笑了笑 率先走了进去 我一咬牙 闭着眼跨了进去 电梯下降 我紧闭双眼 直到蓝潇愉悦的嗓音响起 出来吧 睁开眼 她单手按着电梯门 含笑看我 没有坠梯 一切安好 我还活着 心中百感焦急 我颤抖着跨了出去 高耸宽阔的大堂 只有寥寥几个晚走的人 正步履匆匆往外走 走到大门口 我对蓝潇说 我与死神斗 与宇宙斗 与巫术斗 与人斗 现在我可以骄傲地说 我成功了 我微笑着 一步步走出了这座大厦 夕阳余温打在我身上 我眼眶热泪转身 大声地对蓝潇说 蓝潇 我成功了 她笑容绽放 却又骤然凝固 脸上露出一丝惊恐的前兆 砰 我没来得及反应 被一股巨大的撞击力压倒在地 有人在那个美丽的黄昏 跳楼了 砸死了我 我又睁开了眼 桌上摆着小笼包 豆浆 耳边响起同事早安的声音 我像湿了水的鱼 掐住自己的脖子 发出绝望的抽气声 对面 离千雪震惊地看着我 脸上这么难看 你是不是又熬大夜了 喉咙找回空气后 我发出尖锐的嘶叫 我度过了极度痛苦 又发疯了一个月 现在绝望 愤恨 无法理解 又无能为力的极端情绪里 时而发疯癫狂 时而浑浑噩噩 发疯的时候 我不顾一切地 往大厦外面冲 然而 只要一走出大厦门口 不是被重物砸死 就是被车撞死 又或是突发心急猝死 走不出大厦十米 浑浑噩噩噩的时候 我什么也不干 眼神直直地躺在地上 看着同事们 离千雪 蓝霄 一声来来去去的虚影 沉在大梦一场 与之前不同的是 只要不出大厦 我就不再遭遇意外死亡 我能平安地 活到晚上十二点 只不过一睁眼 仍然是同一天的九点 我彻底摆烂了 终于意识到 自己不过是宇宙一粒微尘 不过是天地浮游 沧海一粟 我竟试图去参破 世界隐秘又伟大的运行规律 静望图与死神斗 与宇宙斗 何其渺小 何其可笑 我开始平静地接受一切 不再抗争 我已完全臣服 那天 蓝霄依旧意气风发地走了过来 安哥 大白天你梦游呢 我笑了笑 试试一场大梦 古来几人觉 他瞪大眼睛 一副难以置信的模样 哟哟哟哟 你年纪轻轻 怎么倒和我爸说一样的话 我淡然 何止 我也想和董事长一样入道了 又自嘲补了一句 只不过董事长在山里悟道 我就只能在这个小小的写字间修行了 蓝霄喷笑 安哥 你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 说话这么神神叨叨 对面 狄千雪悠然插了一句嘴 安哥昨晚又熬大夜了 蓝总 员工这么尽心尽力 为公司效劳 你得给他多发点奖金吧 他说着 冲我使了个眼色 很是亲密的样子 蓝霄潇洒又随意地摆了摆手 开玩笑说 多发奖金算什么 安哥不是嫌公司不好修行吗 回头 我给你摆个大天钢镇 把大厦风水 化为你写字间风水 工作 修行两不误 怎么样 他说完看向我 脸上笑容爽朗又明快 我缓缓抬头 你刚说什么镇 大天钢镇 你会摆镇 当然 我可出身于风水世家 我缓缓闭上眼 感觉四肢百海里 一潭死水的血液 忽然加速 灯涌 沸腾 我静静思考了两天 第三天 我让跑腿送了一个手机 到林泉关 找到老道长后 拨通了视频电话 取着电话 在写字间每个角落 转了一圈后 又告知了自己的生辰八字 老道长沉默许久 世上总有些 有术无道的修行人 又哪知福祸无门 终将自逝 这是天刚镇 福以煞气镇 黄土古地镇 全部以你为镇心 目的是禁锢你的元神 借你的气韵 滋养你所在的大厦风水 我实在不明白 为什么要针对我 你是三世孤沙命盘 百万之一的概率 既然我这么差的命盘 为什么还要来借我的气韵 我更疑惑了 老道长叹了一声 他们借的不是你这一世 而是你未来三世的气韵 你的命盘 呈大落大起 大和大开之下 所有的气韵 都累积在你未来三世中 加上命盘加持 能量如出生朝阳 海中巨浪 不可小视 我愣正伴上 那我未来三世的气韵 大大咧咧说 你会抱你的 我顺便吃个早餐 我拿起桌上的水晶石 狠狠朝他头顶砸了下去 血从他头上蜿蜒流出 他震惊地看着我 缓缓倒了下去 我在书柜后侧的暗阁里 找到一个用金色符纸包裹的木盒 小心翼翼地打开 里面放着一张符纸 上面写着的 正是我的名字 即生辰八字 老道长说 阵法需要阵眼催动 这个阵眼应该位于昆卫西南 果不其然 我将符纸点燃烧了 另一张写的是董事长的 当年应聘时 是董事长亲自面敌我 他舍弃了学历比我高的 形象比我好的一众候选人 单单留下了我 我曾以为他是伯乐 没想到却是恶鬼 当初我给兰霄当助理 彼此看不顺眼 一度闹翻 我差点辞职走人 是董事长出面找他谈话 自那以后 兰霄突然对我态度大变 我们的关系也才慢慢好起来 想来是那时 董事长告诉了自己 儿子这个阴毒大忌 我跳窗威胁兰霄那次 他毫不犹豫的发誓 如果要害我命 就下18层地狱 甚至不惜自己受伤 也要拉住就毁我 我因此相信了他 可他没有说错呀 他们本来就不是要我的命 要的是我三世的气韵 甚至禁锢我的元神 让我无论生死 都无法离开这个阵法 巧的是 故以生一家人 给我下了酱头 一个要我的命 一个禁锢我的元神 我不知道这两者是 如何在我身上碰撞 融合发生作用的 宇宙给出了一个诡异的结果 我陷入了死亡循环 所以 如果只是停止循环 将死而不复生 如果只是破解死亡 就圈于这座大厦 循环无休 我 岂能坐以待毙 转天 我去了财务部长的办公室 他用眼缝撇我 报销没那么快 再等等 我递给他一个盒子 里面是个金灿灿的手镯 听说你儿子结婚了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他眼睛骤然发亮 太客气了 以后有什么事情 尽管开口 我想跟你学学财务知识 五天后 我知道了 公司另一个账本所在 里面详细记录了 这几年偷税漏税 洗钱行贿的全部资金往来 最后一件事 就是推演和预演 反复预演 所有的事情 都要在一天内同时解决 我必须成功离开 并且不留一丝后患 半个月后 同样朝气蓬勃的早晨 我终于又开始行动了 九点 我给顾以胜 拨通了视频电话 九点十分 我叫了跑腿到 林全寺请服 十点 我拿到了跑腿 送回来的三张福纸 十点零五分 我趁欣赏 李千雪手镯时 将他口袋里的酱头服调换 并直接去洗手间烧掉 十点十分 我走进兰霄的办公室 开始获得他的信任 十一点三十分 兰霄去接待室指挥人 换摄像头时 我将书柜上的墓盒打开 取出我的八字符纸 将兰霄和董事长的八字符纸 放了进去 十二点 我再去卫生间 将八字符烧掉 十二点三十分 财务部长去楼下餐厅吃饭时 我去他办公室 偷出了账本 十四点 兰霄笑着过来 举止暧昧的 让我去办公室找他 我为难的委托 李千雪帮我接待 顾以胜一家人 十四点零五分 我坐在兰霄办公室的沙发上 和兰霄叫进来的 几位中层一起开会 兰霄装作不经意的 打开了电视监控 我们在屏幕里 看着李千雪 领着顾以胜一家人 走进接待室 十五点 婆婆和小叔子和秘书 在外面争吵 并强行冲了进来 十六点 顾以胜一家人 被保安赶了出去 李千雪一起消失 十七点 兰霄让人将视频 传到了网上 并买了热搜 十八点 舆论开始发酵 顾以胜疯狂给我打电话 十八点三十分 兰霄陪着我走出大厦 我走出了大厦 穿过了车流不息的马路 汇入了这个寻常的 周五下班高峰 我尽情地感受着 夕阳照在我身上的余晖 贪婪地看着眼前穿梭的每一个人 拿着包的白领 拎着菜的老人 骑着电动车的外卖员 揽着肩叽叽喳喳的学生党 人们行色匆匆 脸上又多多少少 洋溢着一股轻松和惬意 是啊 我都快忘了 这是周末 是所有人都期盼了 许久的欢乐时光 黄昏 落日 我站在烟火人群中 泪如雨下 兰霄站在一旁看着我 表情感动又心疼 恭喜你 安哥 你终于走出来了 他眼中带笑 徐徐向我伸出手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 请你吃个饭 我慢慢擦干眼泪 平静地注视着他 你听过作恶于人 必将反噬其身这句话吗 他挑了挑眉 怎么突然这么问 我冲他缓缓一笑 嗓音愉悦道 没什么 我只是有些迫不及待了 翻外走出大厦的第二天 我向法院提出了离婚 顾一声满脸痛苦地跪在我面前 安哥 我对你怎么样 你难道不知道吗 一切都是误会 都是因为我妈的医症 配合演的一场戏 安哥 事已至此 只有你跟我一起出面解释 才能平息这场风波 配合演戏 离千学也是 我问 他神情急切地连连点头 完全没了平日稳重从容 他感激我给他介绍工作 才答应帮这个忙 我和他什么事也没有 瞒着你也是 不想你误会 我笑出声 所以他两年前 为你打掉第一个孩子 现在肚子里又怀着你的第二个孩子 都是为了感激你 配合演的一场戏 他脸色惨白 僵在那里 像个石像一动不动 最后终于支撑不住 贪坐在地上 一周后 顾以胜被大学劝退了 视频在热搜的推波柱栏下 愈传愈烈 人们对于顾家人 如此阴险狠毒的行为 义愤填膺 痛家指责 纷纷艾特大学 开除顾以胜 不然不足以平民愤 学生们更是全体罢课 斥责他身为物理教授 竟然选择用巫术害自己妻子 这是人性的扭曲 职业的巫化 科学的亵渎 顾家人成了过街老鼠 顾母一度跟人展开骂战 后来一次被人看见 全身淋满鸡蛋液 在大街上跑 躲在家里 再也不敢出来 顾家老二的老婆 带着孩子离家走了 说和这么狠毒的人在一起 保不齐哪天被害死 他更不配做孩子的爸爸 黎千雪被追求 他的男人的原配 告到法院 要求偿还夫妻共同财产 大家这才知道 他这两年口口声声 嫌有钱人同臭味 私下没少收人贵重财物 半年后 黎千雪大着肚子 嫁给了顾以胜 一年后 黎千雪产后抑郁症发作 对着刚送外卖回来的顾以胜 举刀就砍 顾母冲上去阻拦时 被划破颈动脉 当场身亡 顾家老二暴怒的 要掐死黎千雪 挣扎间 双双从五楼坠下 两人命大都没死 却都成了高位劫瘫 顾以胜此后 要跑一辈子的外卖 来养活一孩子 和两个整天 躺在床上的残疾人 日日夜夜 永不停息 我知道这些消息的时候 一点也不意外 毕竟 我当时从黎千雪身上 偷出酱头服时 又悄悄放进去了一个服 反噬服 做了多少额 就会数倍反噬在自己 以及周围人身上 我离婚后 也提交了辞呈 兰潇百般挽留 董事长更是亲自 从山里赶回了公司 那天 董事长满脸慈爱的 坐在沙发上 兰潇捧着一束红色玫瑰花 试图向我求婚 我问他 你喜欢我 兰潇笑着向我眨了眨眼 安哥 这两年我的心思 我不信你看不出来 你想和我一生一世在一起 当然 我笑了 一世会不会太短 难道不应该加上后面三世 兰潇一正 好笑地问 未来三世的事谁知道 我们过好这一世就行 我叹了口气 何止三世 六世都能算出来呢 只是种什么因得什么果 这是做的 总是要慢慢还的 一世不够 就三世 我转头 看向旁边的老人 董事长 您说呢 董事长眯眼凝视着我 脸上和蔼的表情 一点点消失殆尽 一年后 我在全球旅游的 中国澳门站时 遇到了流落街头的兰潇 他衣着脏乱 正蹲在垃圾桶旁吃河饭 彼时 他的公司早因被举报漏税 和行贿罪名破产 接下来一年 兰潇重新创业 开一间公司倒一间 之前积累的家底 如黄河流沙 以崩溃之势泻流不复返 不久 董事长心脏病发去世 据说他死时很痛苦 一个人在屋子里挣扎了许久 石墓地板上都是指甲印 兰潇借了一大笔钱 到了澳门 想靠赌翻身 结果输了个彻底 人家都不敢回了 此刻 冷嗖嗖的澳门街头 兰潇一抬头 看见了坐在出租车上的我 他煞时变得激动 扔了饭盒冲过来 我找你 到处找你 我爸说一定要找到你 只有你才能解开我们家厄运 安哥 你帮帮我 求你发发善心帮帮我 我往车里靠了靠 冷冷地注视着他 当初你们父子俩 想夺我37运的时候 怎么又不问问自己的善心呢 反噬一旦催动 永不能改 求我也没用 他绝望地坐在了地上 难道我要一辈子遭受恶运不翻身吗 我朝他缓缓一笑 错了 不是一辈子 是三辈子 当初你们不得正式夺我三世 反噬回去 应该也是三世 蓝骁 你就好好受着吧 他的眼神里 一点一点涌出之身的恐惧 我曾经问老道长 如何能让阵法永不失效 即使符址没了烧了 也没关系 老道长回答 用你的血粘在符上 命格加持 无力回天 逃腿给我送来三张反噬符的第一时间 我就用刀刺破了自己的手 张张沾血 恶果迎天者 必以兄弟应之 地狱空荡荡 恶魔在人间 纵使我孤身一人 也毫不畏惧 我平和 坦然地接受 此后余生的每一个命运馈赠 无论是好是坏 天道宫允 生生不息 毕竟未来 我还有三世好命呢 全文完